蛋价飙涨食品股可以抢吗 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及时通 我是千涵 今天邀请林志龙 龙哥 哈喽拉姐你好 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最近新闻一直在爆 鸡蛋在缺 现在连鸡肉都在缺了 相关的食品股也因此受惠 到底后续的涨势还可不可以期待 是我们这边来帮大家追踪一下 那说来最近鸡蛋非常难买 那种根终于在这228年假 在这台南实现了蛋蛋自有 吃了非常多蛋 那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其实这个问题真的是太哲学了 我们透过过往的统计资料 来跟大家做分享 其实你可以发现 蛋价跟鸡肉价格 其实是有点异步异去的 但是你可以发现的是 当鸡肉价格开始回档之后 其实蛋价也准备要回档 所以来到这个moment 我们认为蛋价概念股 还是鸡肉概念股 就先不要追了 因为从现行来看的话 你也可以发现 其实它留下一个长长的上影线 其实这代表什么 短线进去追的都已经套住了 那其实套牢这些 是一个很沉重的卖压 那你这边经常来做追击的话 只是帮人家解套而已 那我们可以回过头 再来去做个验证就是 目前这个资金行情 只要有题材 其实股价就是先涨再说 但是你要去判断是 这个概念股 这个题材 你适不适合过度追价 那我们认为蛋价 或是这个肌肉 其实已经准备要回档了 那这时候 我们就不适合 在过度进场 做个追价动作 我们可以找寻一下 其他有没有更好的机会 你看最近呢 不止蛋价在涨 BDI指数也在狂飙 那散装族群 会是下一个机会吗 我们认为是有机会的 刚聊到除了蛋价涨之外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原物料类股 都在往上涨 这点我们可以从CPI数据 得到一个验证 因为CPI降速 真的是有点缓慢的 所以CPI降速非常缓慢 那之今有再次流入 再通膨交易 所以使得BDI运价 是连续线的往上大涨 那这边呢 我们认为说 散装海运干颜股 大家就可以去留意一下 后续有没有一个量缩震荡拉回 没有破跌的机会 那这边我们要跟大家聊到的是 CPI往上去 往下降速非常缓慢 那大家会担心说 年准会会不会再次这样 再次重启升息循环 原本大家认为说三月 三月就要暂停升息了 但现在已经认为说 五月会再升息 甚至六月这边还会再升息 那你可以看到 债券的指令率是往上创高了 那这种中科这边要跟大家提醒的是 值率往上创高 那代表说一些电子股 你可能要去胜选电子股 因为如果你过度追价 可能也不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那这边我们另外跟大家聊到的机会在哪边呢 债券部位 只要值率率有来到6%的话 中科会经常打这个加码部位 那为什么呢 因为债券价格跟利率是呈现一个反向的 当这个联主委要准备进入一个暂缓升息的时候 其实这个利率暂缓升息 然后会开始往下跌的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享有这个资本利得 那就算这边整年维持了6%好了 那其实也是一个很划算的交易 因为无风险利率6% 那是怎么想都是非常划算的 那回过头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加权指数 有人认为说加权指数非常硬挺 明明值率往上创新高 那美股也做了一个回档 为什么加权指数还没有跌呢 那我们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聊到的是 其实你在交易台股 你就把重心放在这台股就好了 美股它是主要因子 但绝对不是一个绝对 因为你可以看到去年这个10月 美股反弹的时候 台湾的加权指数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中国人大会 使得它频频往下破底 所以你现阶段只要看看加权指数 这个1月30号的缺口 有没有做封闭 那另外我们要提醒大家的是 美债指数一直往上创高 那这加权指数却没有往下跌 那会不会是一个利空出境呢 那如果它这边在往上改变了这个区间板压 重新形成一个上升轨道 那就会是一个嘎空的开始 所以加权指数跟美债指数 我们应该怎么追踪呢 我们认为你可以留意一下 当美债指数开始不涨 甚至往下跌的时候 那加权指数也往下跌 那跌破是1月30号缺口 那我们就开始留意 会不会开始回撤这个季线 那我们认为说回撤打第二只脚 绝对不是一件坏事 因为我们先前跟大家聊到 进入3月 年限开始要扣在相对低位置 那4月要加速往下扣底 这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年限会开始走平 那年限开始走平 我认为这边就会有很多的机会了 那这边你要打空单 我们认为真的要非常小心了 那年限开始走平 机会会在哪边 我们这边稍微给大家提醒一下 去年很好的产业 今年可能不会那么好 顶多就是维持在区间 为什么 基息相对比较高 你反正去留意一下 有哪些去年非常惨的 那可能是偷偷偷的产业 那今年可能就会非常不一样 比如说我在1月13号 群组跟大家聊到 我们今年会特别留意一下 光学族群的走势 那光学族群走势 其实我们也帮大家追踪非常久了 就像你可以看到 1月29号 为什么再次跟大家聊到 明明高通膨 然后消费力道也开始减弱 那大家这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 他还是调高资本支出 对 为什么他还要调高资本支出 他是看到什么样的需求 其实同样你要去想想 背后的一个故事在哪边 所以我们再帮大家复习一下 今年行情去年很好的 请大家就是不要过度追加 因为他今年可能只是一个区间震荡 但是你要去留意一下 去年非常美的 光学镜头是一个 面板驱动C也是一个 所以你要去留意这个方向 那我们可以看到先进光 今天就是亮灯涨进版 从我们分享到现在 其实波段涨幅已经来到30%了 那我认为排面上有很多这样的机会 值得大家去发现 那当然也更欢迎大家加入我的群主 跟着我一起来发现这些好股票的美 以上谢谢 是谢谢龙哥的分析 想要交更多财经的最新消息 就要赶快加入龙哥的LINE Tagran哦 财经及时通 我们下次见 拜拜 拜拜